直續我們剛剛看到的是 昨天晚上葉倫的公開談話 我們看到昨天葉倫 其實他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他是講說 這樣的一個救世方案 不可能一直推出來 可是在昨天呢 禮拜二他又改口 他說什麼 只要銀行體系有問題 我們就會盡力拯救 那我們要去思考一下 為什麼這幾天銀行沒有人再倒下去 可是他要提這件事情 表示什麼 有沒有可能他看到別人沒看到的問題 所以他提早做這個 這樣的一個談話 我認為是做一個性情談話 那在過去11天呢 全球包含了美國啦 總共倒了4家銀行 第一開始是什麼 是銀門銀行 他為什麼倒 因為他主要是虛擬貨幣的 最大的一個支持的一個銀行 後來呢 新創企業最大的支撐銀行 誰 西谷倒了 倒了之後呢 隔天簽名銀行也倒了 後來呢 瑞士信貸被收購了 最後現在第一共和銀行 是不是我們看到了 最近這幾天 美國的極尖大銀行 聯合拯救第一共和銀行 匯了300億過去 告訴大家為什麼 他要用匯錢了 為什麼他不向聯準會求救 因為他根本沒有足夠的 抵押品去借錢 只能請大銀行 直接匯款給他 讓他作為緊急 因應準備金的這個 轉出了這樣一個動作 那銀行要遇罪呢 這件事情呢 美國財政部也正在研究說 有沒有辦法讓FDIC呢 能夠擴大更多的這個儲物的保障 甚至要去研領 有沒有辦法透過一些什麼 外匯的原本的機制 來去拯救這件事情 所以這故事告訴我們什麼 中小型銀行的危機 還沒有結束 那這個呢 看起來是文字意測嘛 那我們就看一下數字好了 好 在聯邦住房貸款銀行 FHLP HFLB啊 它是什麼呢 它是美國政府支持的一個機構 那為什麼他最近呢 要大量的去募款 要去借錢 比方說過去一週 他就要借3000多億 他是要倒了嗎 不是 他其實是發短債借到錢 拆借給中小型銀行 對 因為中小型銀行去市場不好拆借了 透過他來去幫他借 他可以拿到比較低 4.58%的利率 比起像聯準會直接借4.75 比起像 我們看到的這個聯準會推出的救市機制 利率還要低 所以呢 其實他的借錢 主要反映是什麼 中小型銀行的問題 還沒有結束 那聯準會天線窗口呢 我們看到了 2008年 當時使用的峰值 大概是在1100億 2020年疫情來的時候 是在500億 這一次呢 可以說是空前 是不是絕後 我覺得應該不是啦 這一次空前 創下了1500億的規模 等於說什麼 等於金融體系 至少在上個禮拜 缺乏了1500億的準備金 可以去掉頭寸 要向聯準會借 那基本上會向聯準會天線窗口 敲窗戶 這其實是一種恥辱 所以我們也看到了 聯準會的資產負債表 過去九個多月 好不容易辛辛苦苦 縮表5000多億 竟然一周 他的資產負債表 就膨脹3000億 所以呢 如果長期有看 我在講這一張表的觀眾朋友 一定有印象 為什麼我老把那個黃色的框 寫2019年縮表失敗 一直放在那邊 其實我預告的是 他這一次也會失敗 為什麼呢 因為當創造那麼多債務 你要把清算的貨幣準備金 收走的時候 債務怎麼清算 所以失敗是必然 那現在呢 正式失敗了嗎 我認為只是掰咖 還沒有失敗 所以就看下一步 聯準會的動作 那今天晚上 在兩年期 公債值利率 也會產生很大的波動 因為今天 凌晨2點 聯準會將要做利率決策 市場一直認為 今年全年有可能在高峰值 大概5%左右 降息1% 但是如果今天晚上 是很特別的一天 因為現在是3月 聯準會要公告利率點證圖 如果沒有盧育期的下降了 在兩年期公債值利率 跟十年期公債值利率 都會產生很大的波動 那公債值利率大波動 就導致一個問題了 它造成的 不論像是美銀的木指數 還是蓬勃國債流動性指數 都大幅的跳升 它造成什麼現象 我們之前是不是有提到 對沖基金呢 因為它要套利 所以它都開高倍槓桿 它辛辛苦苦 過去幾個月賺的錢 一週就給它賠光 所以這種利率大波動 對於這些 所謂的高槓桿的基金 衝擊非常的大 所以我們也看到了 在上個禮拜晃這樣一下 有一間基金公司呢 一個禮拜就把它過去 十年賺的錢 全部賠光了 所以接下來在今天晚上 觀眾朋友 除了不知道講什麼話之外 要關注今天晚上 利率點證圖 之前2022年預期的是 2023年預期5.1 2024年預期4.1 有沒有提高 這是今天晚上華爾街會關注的焦點 升級預期 現在市場認為 3月升一碼 5月升一碼 6月呢 不升了 到了年底的利率水準 有可能到4.25到5.0 這個跟利率點證圖的差異 會是關鍵 所以特別留意今天晚上 廢的到底講了什麼 還有利率點證圖 是關注後續利率變化的一個重點 好 我們稍後回來